除了菜之外还要看到蛋了 在年初的时候全台大闹蛋荒 蛋价是不断创洒高炸 直到6月才终于稍稍缓解 不过日前全国的养鸡协会就指出了 说近期老母鸡是大量淘汰 再加上高温的影响 产蛋率是不如预期 可能就要又要涨价了 不过农业部是否认相关的传言 不如到炎热的夏季高温 近期老母鸡产蛋率不如预期 蛋鸡厂自6月期 已经陆续大量淘汰老母鸡 更新产蛋鸡群 今晚年中时蛋荒首次调降 不过又再次传出缺蛋消息 恐怕蛋价又要涨 因为现在算是蛋的蛋季 现在是就在淘汰 对对所以散量也会少一点点 大概就是1000以内 鸡笼还是希望涨一点 因为鸡笼也是太贵 冻涨到缺很严重的时候就会涨 根据农业部鸡蛋产销显示 国内生产蛋鸡约3188万只 每日鸡蛋产量11万3500箱 与前几周比未见显著提升 养鸡协会直言 现在每天缺蛋约1万箱 加上中秋即将到来 蛋价公平需求变多 原本预计下周将以 蛋价调涨2到3元的方向讨论 不过实际走访蛋行 蛋商则表示 鸡蛋数量确实有减少 但相较年初目前影响不大 至于蛋价是否要涨 蛋商工会则表示 不会召开蛋价会议 而农业部也强调 夏季整体鸡蛋消费状况稳定 目前日产量超过2260万颗 否认缺蛋和调涨蛋价 已经没有结论了 看不懂 30%这个价格 烤龙还有冷藏蛋 冰口冷藏蛋还有一些量 裤子不会放太久会坏掉 对于用蛋紧张的情况 农业部指出 目前除了强化国内 蛋机产业的调整之外 也有国外进口补充 会借由更新产蛋鸡群 提升鸡蛋产能 来因应未来的旺季需求 记者续接黄艳章 台北采访报导